人生总有坎坷之路 成长是一种经历 成熟是一种阅历 让我们用最沉淀的心 让我们走向光明大道的路 各位长官以及所有在座的来宾 和所有的同学们 大家午安 我们是台湾群的慈善会和快乐爱心工队 今天很高兴的能够来到南投地区 让大家共决善悦 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迎着阳光 希望在阳光的照射之下 我们下午的精彩节目 让大家深受感动好不好 也请大家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掌声来 我们在活动开始之前 我们也请到我们的南投的所长 叫林所长 来帮我们做简单的支持 我们欢迎林所长 掌声鼓励一下 各位同学 午安 午安 谢谢 首先谢谢我们民事的主持人 小林先生 今天我们很难得 我们有缘从基隆 到我们本所来 安排这次业 活动的台湾群的十三会 跟这个快乐 发行一共队的自动活动 很感谢 他个人仅在是代表本所来表示最大的欢迎 也先跟各位介绍 这是我们磁商队的何文臣 何理事长 因为这是我们生意的李毅王理事长 感谢我们磁商会的一个大力促成 来我们安排这种活动的台湾群 那我也跟各位来简单介绍我们这个磁商会 据我的了解 我们磁商会从82年 二月创立到现在 已经有21年了 那目前的话我们群的磁商会的话 会有一千这样的能力 然后再会长时间的 对我们社会的关怀 跟奉献 累积了很多的善行跟义举 那我们磁商会的话 就我了解他们光临的对象 是以育幼院 含养院 还有一些人类之家 还有一些原住的部落 还有就是我们监索的情况 那我们磁商会本来都是在北部地区 关怀的北部地区 在北部地区 那这是我们第一次 第一次他们是在我们中央的南部地区来举办 就是说让我们感到非常感激 那另外的话我们这个快乐爱卿一共队 这个是一共队的了解 所以我们是99年7月创业 成立到现在 那在100年8月跟我们的智商的接触 来动作踏出这样的爱心的活动 那我们这个义工队的话 也很不简单 刚刚我才知道说就是请假 请假前来我们这边来 表演这些活动 那我们这个义工队这一些 他们的成员 都是一些具有才艺的 的一些制度道 他们具有才艺 来展现出他们对我们社会的爱心 的活动之力 那刚刚我也看到他们的节目单 非常的精彩 总共有15项的节目 从舞蹈 歌唱 戏剧 魔术 还有象征 收遇的太多了 我们也把一一来列举 但就非常紧张 那等下我们同学 我们用心来欣赏 同时在欣赏自己的话 希望我们保持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 还要感谢社会各界 对我们的爱心 也很关华 同时也希望我们各位同学 在感恩之余 要想想我们的未来 来效仿 各位的志工 共同为我们的社会 来奉献行礼 那最后我们在最终的掌声 来调到我们的欢迎来 谢谢 好我们谢谢 我们当后所长 林所长带来简单的支持 我们常说春天来了 是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所以我们在开场节目呢 我们也请到我们的索内同学 来表演非常精彩的迎宾舞 来迎接我们今天两个单位的过来 我们欢迎索内的迎宾舞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